NBA冷知识,星科冬决MVP杰伦布朗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第一,杰伦布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球员,他还是一个真正的学霸 高中时期,布朗就因为文体双全的表现,获得了众多大学名校的邀请 然而他并没有像大多数球员一样,选择进入一个篮球名校来当作进入NBA的跳板 因为他选择大学,更看重的是学校的教育资源,而不是篮球实力 在一番考察过后,布朗最终选择进入学术成为浓厚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 大学时期,布朗不仅直接选修了研究生级别的课程,还在大名鼎鼎的风佛公司做过实习生 2019年,布朗甚至还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员 第二,偶像的力量,杰伦布朗最喜欢的球员是麦克格雷迪 他不仅欣赏麦迪的球技,更敬佩他的为人处事 在一次试炼营中,麦迪曾亲自传授布朗进攻技巧,还给予了他很多的鼓励和建议 这段精力对布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职业生涯首次入选全明星后,布朗特意穿上了一双红蓝鸳鸯配色的麦迪球鞋向偶像致敬 鞋身上更是写着麦迪当年勉励他的话,humble and hungry 第三,自己的是自己办 大部分球员进入NBA后,通常都会聘请职业经纪人来处理签约谈判合同等事宜 但聪明的杰伦布朗却没有选择这么做 生涯前两个赛季,布朗并没有聘请经纪人 一切合约细节全由自己打理 因为他想自己亲自去体验NBA的运作方式 以及学习处理,跟球员权益息息相关的事项 布朗的高智商和超强球之欲甚至让球队教练和总经理对他有些担心 因为布朗太过聪明,总让人担心他无法专注于篮球 成为不了一个出色的球员 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担心都多余了 第四,哈佛演讲 除了在球场上表现优异,布朗场外的表现同样让人夸目相看 2018年,布朗受邀到哈佛大学演讲 要知道,这可是全美顶尖的学术交流会 布朗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 能在台上当着一众高材生和教授的面侃侃而谈 满腹经论的模样,属实让人夸目相看 尽管很多人批定说,一个球员好好打球就行 别整天做一些与篮球无关的事情 但布朗却不是这么想的 他认为,教育和体育是互相关联的 一个职业运动员就要敢于质疑,敢于发声 用自己的知识和影响力为社会做出贡献